但的App 圖示痕跡烙印在手機螢幕上 還有已經關掉一陣子的導航系統 也在上面 民眾半夜看到自己的新手機 變成這樣 差點沒嚇壞 在網路上PO文說自己半夜 想要找一下設定功能 卻在沒有開燈的情況下看到這螢幕 手機是第一批的iPhone 15 對比手上有的i14 Pro 都沒有發生這樣的情況 電腦也會 就是有殘影在上面嗎 就是上一顆視窗留下來的東西 可能就退掉再重買 手機也會遇到瑕疵 其實通訊行業者表示 這樣的狀況從iPhone X就有出現 其他品牌的手機也有發生過 只是到底是什麼原因會有殘影 對 你一直持續開很亮 在使用 它一下子就會這樣 它螢幕會比較亮 所以溫度會比較高 它比較高的時候 會把裡面的那個 呈現的那個板子弄成黑色的 要看原廠那部分 因為它應該也是換螢幕而已 達人建議在使用手機時 亮度不要長時間開太高 只是iPhone 15才剛開賣 不到三週就災情頻傳 出貨時間也縮短 有統計資料顯示 i15和i15 Plus 全球平均出貨時間是15天 相較於第三週的17天有縮短 而15 Pro Max則是從46降到35天 只有iPhone 15 Pro 維持在29天 而且如果要對比以前幾代的話 其實前幾代的供貨速度標準 也跟現在差不多 因為通常一開始貨都是比較難做的 那現在當然做貨的速度變快了 那對於消費者 有些人可能還在觀望的 其實現在入手 反而下定其實是一個好時機 隨著新機開滿一段時間 民眾使用上遇到的問題 也逐漸浮出檯面 恐怕影響市場需求 TVBS的李明輝仲宣 台北採訪報導